孙先生的车是一辆大众麦腾330 去年3月在杭州渔航金昌路上的浙江一气大众赛现买的花了20多万 孙先生提供了购车合同 装潢一栏写着6699厂家双保 他说贴3M模的费用就包含在这里面 这模的话价格是3000 一开始的话就是后档贴着有起泡 所以我来换过一次 但是也贴不好我就把后档给撕掉了 孙先生说的后档膜应该不是起泡 灯光比较昏暗的情况下 如果说后方会有开远光灯的情况下 在内后视镜看车后档玻璃的时候 是会有一条一条的类似于光的一个折射 因为后面不是纯屏的有电热丝 客户当时觉得说我们3M模有问题是假货 然后他也就是投诉到我们宇航消息了 那我们相对应的材料包括膜的出场证明 然后我们的进货我们的发票 所有的我们都提供给了那个云昂的消息的 孙先生说半年后他父亲开车过来贴膜 CSTN告诉他3M模没有了 然后开了半年之后 那个前档也开始起泡了 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时间 所以我找家人过来帮我重贴一下 从贴的时候他们说这边因为集团内部的原因 已经没有3M模了就给我换成了量子模 因为我们集团是22年的4月份吧 就是自己贴膜了 那么3M呢就是没有 我们没有再采购了 所以当时孙先生过来贴的时候呢 3M已经没货了 然后呢我们即使呢也跟孙先生父亲说过了 就是我们3M没有了 那么给他换成好一点的量子模 量子模也是大通的吗 量子模不是 我们集团同采的 王经理告诉记者 更换量子模的时候 即使给孙先生打过电话 争得同意后才贴的 记者现场看了看 车子前挡风玻璃的右侧 有一个四五厘米长的气泡 旁边还有小气泡 一直贴 贴了三次也每次都气泡 所以我现在诉求是 要求他们退还这个钱 我自己去外面贴 其泡那么我估计可能是 因为可能是收边没收好 量子没有贴三次吧 量子也贴了三次 而且中间也有那种 那种 可能是这种杂质导致的 然后也正好在我视线的前方 所以也看得很不舒服 王经理表示 3M愿意给孙先生重新贴膜 直到满意为止 其实来来回来这么多烫油费的 好几百了 其实你这个再贴不好 我看得也不舒服 然后还得再过来 我们现场如果说处理不好 那我们就马上重贴 孙先生接受了 王经理当场带他挑选了车模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好几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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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个人会見到 好几百了 好几百了 一张